孙宏南 大家好 我叫孙宏南 我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的工人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能和这个舞台发生点什么关系 直到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中专毕业 家境普通 长相普通 什么都很普通 唯一不普通的可能就是我的体重了 我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 我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 而感觉到挺满足的 家里的长辈老人跟我说 是我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大胖圆脸 忘夫 我很开心 下班的时候 我要是能蹭到我们单位同事的 那个私家车 不用去挤公交 我也很开心 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被我偶然发现 明天是周六了 我更开心 但是你们知道我今天最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吗 我今天最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面对面的看到乐嘉老师的大光头 在生活中 朋友们都说我有点二 但是我自己不认为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乐观的这种性格 所以让我在工作中找到了更多的快乐 中转毕业中转毕业以后 中转毕业以后我进入了一家乳品厂工作 我做了一名化验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各种化学药品 试管平敏 各种培养机 说实话 对于当时刚毕业的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 我就自己想 我得干点啥 让我在我的工作中找到那么点小快乐 机会来了 我们公司举办了一个解说员的比赛 我毫不犹豫地就报名了 我每天在我的工作之余 我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备稿子 我还会看电视上那些主持人 想着他们那种腔调说话的语气 来进行模仿和练习 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走了 我在工厂里练 回家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练 甚至我的室友们跟我说 你在睡觉的时候都唧里咕噜地 在说一堆解说词 就这样 我成了我们公司的一名解说员 我接待过我们县里的领导 市里的领导 甚至是省里的领导 还有一些消费者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讲解是 带了一批消费者参观 参观结束之后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是有一个带着要匣子口音的 这样一个大哥 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说 老妹啊 我来到这儿看到这所有的一切 和你的讲解 我对你们这个企业真的很放心 谢谢啊 听了大哥对我说的话 其实我心里头非常的开心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工作价值 我很快乐 并享受着这份成就感 现在生活中很多人都说他不快乐 工作中同事们抱怨说 工作很无聊 工资低 假期少 生活中 朋友们会抱怨说 老公不好 孩子不听话 婆媳关系处不好 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很多人都有压力 当我们不能去排解那些压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寻找生活中那些 很平凡又很美好的小快乐 而不是一味的苦恼和纠结 其实我觉得快乐挺简单 快乐就是 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可以啃二的 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不用顾忌其他人的眼光 快乐就是 你喜欢的那个人 在你的朋友圈给你点个赞 快乐就是 你在收快递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 快递小哥长得不错 快乐 快乐 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人都说 爱笑的女孩 运气不会太差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用我们东北话来说 爱笑的女孩 运气都杠杠得好 能从工厂那个 小小解说员的舞台 沾到了超级演说家 这个大舞台上 我真的很享受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 每一分 每一秒 有句歌词不是这么唱的吗 说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今天 我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我依然相信 我的运气刚刚的好 最后我想说 希望所有和我一样的 普通人 怀揣着梦想的普通人 都能够带着你们的微笑 找到那个 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 来 谢谢大家